近日,中国球员林良明被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解约,虽然离开皇马后林良明继续在西班牙刘阳,没有过早的回归中超年赛,但中国刘阳军团还是受到了打击。 不过幸运的是,就在这几天,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尔曼官方宣布一位中国球员加盟,但这笔转会的背后却带着一丝心酸,甚至还有一些丢人。 昨天,巴黎圣日尔曼发布消息称,23岁的中国女足球员王双加盟,在场上四十前锋或前腰的王双自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足球天赋,并早早得到了各年零段国字号球队的征兆。 2015年,仅有20岁的王双入选加拿大女足世界杯大名单,2016年,王双又代表女足国家队,出战了里约奥运会的赛事。 此外,王双还出战了奥运会预选赛,女足世界杯预选赛等一系列赛事,年纪轻轻的王双有着如此之丰富的大赛经历,相比之下,不少中超联赛中的男足球员,还只能依靠U23政策勉强混的一些出场时间。 王双凭借自己的实力成功加盟巴黎圣日尔曼,实现了中国足球流氧新突破,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且可喜可贺的事。 然而在这背后却有一些不少心酸和丢人,在男足待遇条件所受关注度远高于女足的情况下,中国足球的脸面居然要靠条件相对艰苦的女足来支撑,男足起到的却是负面作用。 男足球员刘洋连遇挫折,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球队混迹,女足球员却经常收到海外知名俱乐部的邀约,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,想起来令人颇有些心酸,甚至有些丢人,祝贺中国女足以及王双,期待球员在巴黎圣日尔曼,能够有好的表现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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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